请诸葛亮 诸葛先生就问 说夫人哪 你说我是出山还是不出山呢 黄小姐说出山得出山 但是不能这么出山 得看看这个刘备 是不是真心实意的请你 好就这一句话 刘皇叔来了三趟 最后还是把这位诸葛先生 给请出来了 临走的时候 黄小姐送给诸葛亮 一把鹅毛大扇 说这把扇子 乃是我亲手所致 见物如见人 诸葛亮接过扇子一看 哎呀 这把扇子 那可了不得呀 上面绣了各种的花纹 哪叫前三连昆六段 离中虚 坎中满阴阳五行 各种兵书战略 上面都有 怎么一看扇子 就能大胜仗呢 诸葛先生 手摇鹅毛大扇 出山了 后来凭借着自己能耐 保着刘备刘玄德 是汉中称帝 三分霸业 自己知道后来 当了汉丞相 对黄小姐 还是忠贞不二 要不怎么后人 有人说 武侯之学 夫人多赞助呀 就说诸葛亮这个成就 得有人家黄小姐一半的功劳 这位诸葛先生 也夸赞自己的夫人 说我父貌仇 心灵美 谢谢李根 谢谢李根 李根是德云社的演员 对 匠上快板 评书 山东快书 表演得都非常好 没错 那个跟我学评书 评书译名叫什么呀 李景祺 李景祺 李根是他当初当总统时候的 一名 他也是德云社 目前来说 为数不多的上过春晚的演员 哎呀 别吵了 别吵了 太提不上了你 你